设计的研导也是还蛮算合理的 那基本上就是尽量 如果是针对考试的话 反正你就是一般我的习惯 最低时间如果看不太懂 那个上面题目的叙述 因为有时候叙述看不然间 奇怪 到底在讲什么 最后反而我习惯还是先看那个输入跟输出 诶 出入什么 输出什么 这样好像比较好理解 有没有 就是14 然后它偶数部分一直往下 所以特别注意 也就是说第一个一样 要输入两个东西 那输入两个东西 我们基本上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输入什么一个A 一个B去接 那特别注意 这个input的部分的话 因为它题目里面它一样 这个考试部分 没事的话不要在这边 自己在没事再加一个什么字串 它里面是什么 起始值 结束值 这个不要写 只是说你将来执行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底下并不会有任何的讯息 就是有点像这样空空的 那你还是可以输入 Enter 输入完Enter 那第一个的话 我们就产生两个值 一个A 一个B 然后Input 它题目里面是要正整数 所以我们用 那个INT就可以了 直接把它转成整数就可以了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用回圈的方式 它没有限定用 Fore回圈 或者是画回圈 所以你当然也可以用画回圈 N在这边给它一个初始值 有点像宣告 不过这地方应该比较宣告 这地方就是我在城市的痊愈的地方 这个模组的痊愈的地方 我基本上产生了一个变数 也给它一个初始值 它的初始值有0 意思是说这个NS 它就是一个所谓的 整数 这个一个整数的一个变数 那接下来的话 我就写一个回圈 Fore I In Range OK 所以一样嘛 所以这边就 这个I in Range 这个还蛮重要 因为我们一定是在某个清单里面 帮我做 那这个清单的初始值是做 A 从A 比如说输了14 从14开始帮我 产生这个清单 那清单接下来的话 到哪边结束呢 1144 所以我们又到B 可是B 是 结束的前一个 所以记得要加1 OK 也就是说到那个1145的地方 就停下来了 OK 那后面记得再逗点一下 逗点的话记得 你一定要加一个2 如果你没有加2的话 变成141516 没有 基数的部分也会人加进来 所以我要跳 有没有 1416的话 那就是 后面一定要加一个 逗点二值的是step 就是间隔 间隔多少 OK 那所以呢 如果你没有加这个 就基数偶数都有 那加这个的话 变成只有偶数部分 14161820 OK 后面记得加一个冒号 表示我要针对这个叙述呢 我要做什么事情 底下的话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怎么样 再把那个I的部分怎么样 累加起来 累加怎么写 累加的话就是 ANS 这个帮我 最后累加在 ANS等于什么 ANS自己本身 加上I就可以了 这个叙述特别注意哦 就是把后面的这个加完之后 存到前面去的意思 OK 也就是 我比如说我今天这个清单里面先产生A A的话是14 所以I等于是14 14先加 0加14就把它加 放在 所以14 再来下一个的话 那就16 所以呢 I变16 16呢 再跟14加 加完之后再存到前面去 再18 加完之后再存到前 所以哦 一直累加啦 所以下面这一行的叙述呢 基本上就是累加的结果 累加完之后 Enter一下 OK 然后呢 最后把结果clean的出来 拼着什么 拼着ANS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 不过特别注意啦 我在云端上面 这个的写法 另外还有精简的写法 就跟Java一样写的方法 你如果不写上面这个哦 上面这种写法哦 有点比较像那个VBA的写法 如果Java里面的写法的话 叫ANS 加等于 RE就可以了 OK 所以下面的写法就是 跟上面这个写法 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OK 只是说 好像上面的写法 是应该比较简单一点点 比较好理解啦 OK 我就怕写下面这个方法 也可能会突然脑筋转不过来 但是Java里面都写这样哦 如果你要顺便学Java的话 就是ANS加等于RE就等同上面的写法 两个写法最后结果执行都一模一样 如果当然啦 假设你不习惯写下面这个方法 没关系你写上面的可不可以可以啦 OK 程式最重要是什么 除了精简之外 自己好理解 就是好方法 因为特别是程式的写法 每个人写出来都不一样哦 是很正常的事情哦 主要就是说啦 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执行看看 所以我执行一下 看结果要不OK 14 Enter 1144 如果这个结果出来的是 3277 14的话 那表示应该没错 没错 那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我用这个方法要不OK 这边上面的方法 我把它注解就Ctrl加斜线 前面加个紧字号 Ctrl斜线这个注解拿掉 然后把它run一次 结果一不一样 应该也是一模一样 14 1144 Enter 一模一样 至于你习惯写哪一种方法 都OK 那主要是上面这种写法 它跟VBA是完全相容的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这样来写VBA 你要做什么 这个数值的给加的话 写法跟这个完全一模一样 那如果你将来是在Java里面写的话 那你就写这个方法 OK 那另外Java里面写上面这个方法 OK 我信这个也可以 只是说 为什么你会想说 那为什么要产生下面这个方法 你不觉得这看起来就简单多了 精简好几个字 有没有 主要就是程式精简的问题 OK 只是说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每天在写程式的 所以 如果你不是的话 没关系 你看哪个方法 你习惯你就哪个方法 最好是两个都记起来 如果两个都 两个记不然那么多 你至少记上面这个方法 OK 那可以懂我的意思 另外的话 顺便呢 请各位请你把这个 回圈 改成画的回圈看看 如果我今天 当然考试不考了 只是说 主要是你要能够彻底了解 回圈的应用 比如我突然给你的变化 请把这个回圈 改用画的回圈完成 诶 有没有办法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我讲过 有没有 其实哦 上上礼拜的吧 他特别强调 如果你要把4回圈改成画的回圈 只要改三个地方 三个地方 改了之后呢 马上变成画的回圈 假如你以后有新从事软体相关 现在之前有同学 本来不是做软体相关行业的 就他因为他学这些 越来越有兴趣 然后跳槽 然后跳槽的话呢 他一定会面对 比如说原来没有这个专业 他到另外 那个公司一定会有一个面试 那面试绝对会提问提问你 比如马上问你 也许是口试的时候问你 也许是直接丢题目给你 上机做做看 如果你可以接受挑战 也可以过了 那当然接下来面试才有 才比较有机会 OK 并不是说你不能跨 你不能跳 跳到另外领域去工作 而且未来的工作 越来越多是都跟城市有关系的 为什么现在 谁 如果可以用城市解决 人家不会想要去请一个 一个人在那边做图法认钢的事情 像我们的习惯第一个想想看 如果重复事情我只用城市先把它解决 这个人就可以不存在 尤其是那种重复性 助理类的工作 其实多半最好是找一个人 就帮忙把那些事情 所以现在很多办公室里面 很需要有人把 像那种行政类的工作的人 他每天做你一般都重复 那其实那些工作 只要跟电脑有关的 通通都可以写个城市 就可以把它替代掉 所以之前一直经文讨论说 以后AI会取代很多人的工作 是绝对是 已经正在进行的 只是说那个层面 可能刚开始也许没有那么广泛 可是我觉得越来越多了 那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把这个写出来之后 试试看 再把它改 换回去看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城市虽然没几行 但是每一行 一个字都不能错 而且考试的时候 它会给你那个试题 你就看懂之后 把它写出来 OK 所以基本上 无论是将来考证照也好 或者说你将来想要转行 从事相关工作 反正一定会面临到一些问题 就是说人家一定会考你 到底你懂不懂这些东西 如果你懂的话 以后才有办法 把一般大家每天工作的东西 如果工作逻辑 你可以快速把它转换成城市逻辑 那这件事情基本上 就已经可以很有效率的把它解决掉了 再也不需要有一个 每天在那边做重复新的事情 OK 好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第302这一题先完成 然后想想看画回圈 画回圈如果做完的话 可以再看304题 这个题目是302 OK 302 叫做回圈偶数连加 OK egal 好 OK ид 感谢观看